台中一間連鎖烏龍麵店被員工踢爆 有老鼠在店裡廚房爬來爬去 不只管線旁邊 餐具旁邊也被直擊 地上爬呀爬 就像是在逛大街 民眾秀出照片 先前還看到三四隻老鼠就在烏龍麵旁邊 店家把好幾袋麵直接放地上 老鼠就在一旁等著準備用餐 老鼠危機就在台中西屯區長安路上 一間連鎖烏龍麵店 員工把影片PO上網 爆料自家店裡衛生刊率 有網友看了覺得實在太噁心 向衛生局投訴 實際前往店家採訪 老闆表示 不願意針對爆料回應 台中食安處則說 破爆後馬上派員機查 現場沒有發現老鼠出沒 當場先開例 限期改善通知書 如果付查還是不OK 可以儲6萬塊以上 2億以下的罰款 TVBS新聞奈從徐祥 台中藏報導